來到倫敦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今天就帶大家去吃三間人氣的早餐店 安保包店 和甜品店 試試這麼多人吃 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早餐第一站就來到SOHO區的The Breakfast Club 主打的就是英式早餐 幾乎每天九點之後 就開始大排長龍 不同國籍的旅客都會來朝聖 我很幸運早起床 等了十分鐘就有位了 店裡的面積不大 但空間感十足 裝修就走簡約的路市 黃色主吊的長身 感覺非常暖和 客人也會留下世界各地的貨幣和照片 我點了一個英式早餐 大家可以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你看到裡面有兩隻蛋 包 茄汁豆 煙肉 火腿 番茄 腸 蘑菇 重點是對面有一個美女 和我一起吃 其實我平常喜歡吃茄汁豆 但我覺得這個 茄汁味 很好吃 把薯仔蘸一蘸茄汁 味道簡直是一流 一份早餐的份量都非常多 我都差點吃不完 熱豬 再加上麵包糖這個組合 非常邪惡 我吃完後覺得是好吃的 但又不是說好吃到 嘩一聲 可能其他款式 有些Waffle 或者Pancake 我看起來好像賣相吸引過 Fingles Breakfast 我們第二站吃的 漢堡包店 其實就是在這個很著名的 Brickland Market 附近 看上去平平無奇的一間小店 老闆前身是一個律師 不少英國的媒體都極力推介 首選就是這個即叫即煎的雙層芝士漢堡 剛好在隔壁撞了一個朋友在附近 然後再過來試吃這個雙層芝士漢堡 覺得蠻大 但真的蠻好吃的 它的芝士是很膩 如果你喜歡吃芝士一定會喜歡 你已經看到它很膩 你看到其實這個真的很柔 你看到芝士在碎裡 有粒粒粒 很肥膩 但它的芝士也是半生熟 其實超好吃 不過說到人氣 就一定要來這間大熱的甜品店 在一間貨櫃的市集裡面 主打的軟雪糕和奶色 賣相非常出位 你拍我拍他又拍 我就點了最邪惡的抹茶和士多啤梨奶色 頂層的配料就有甜餅 番蘭蛋糕 配合忌廉曲奇 加上去整個拳頭這麼大的 另一款士多啤梨味 就主打棉花糖 龜化餅 蛋糕 還有一些糖霜餅 還有一些糖霜餅 我會覺得 如果這樣喝這個餅 再加一個班蘭蛋糕 過了再加點Cream 其實已經很夠了 加上曲奇和前面的 這塊東西 裝飾上面很漂亮 但吃下去加上整個配搭 就太甜了 至於士多啤梨味了 哇 看看這位仁興的傑作 整班人都在此笑 我們吃之前是威氣勢 吃下去之後 大家都看到這個桌面 和我們的桌面 是全部都聚落了 拍照真的很漂亮 但吃之後真的是那一句很麻煩